还要来看到是中天新闻 因为NCC连续开罚12次罚款金额 突破了500多万元 现在传出中天高层人事出现大病动 其中中天新闻部的副总裁邱家瑜 遭到撤换改聘为中市董事长 其余在媒体部分也出现了部分人事精简 不仅如此现在还爆出了 中旺中集团开始出托中市股份 由于十几点敏感引发外界讨论 中天五间新闻中天晚间新闻节目 请内容违反新闻制播事实查证原则 至损害公共利益合储新台币八十万元 中天电视台再因为争议性新闻 遭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开罚 从今年一月到七月一共裁罚了十二案 累计金额超过五百多万 甚至传出NCC将寄出撤照处分 让中天人事出现大抵震 中天新闻部副总裁邱家瑜遭撤换 并改聘为中市董事长 也免监电子媒体副总裁和中天新闻 佐捷哥 中天董事长潘主应也免监数位媒体副总裁 望中媒体集团副总裁王挫中 同样免监平面媒体副总裁 望中集团人士大改组 截图挽回媒体形象 但看在外界眼中仍有争议 不只人事变动就连企业板块 似乎也悄悄改变中 因应NCC即将评鉴中市换照许可 去年就被要求要在今年八月底前改善望中集团 持股比例过半情况 原先持股比例59.05%也逐渐开始脱手 完全出脱后 持股比例来到49.55% 对此中市集团表示 仍在了解没有多做回应 但实际点敏感 究竟卖给谁引发外界联想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